所以哪一天你的儿子不孝顺你了 哪一天你的先生不再爱你了 哪一天你的股东把你的钱带走了 那你都很平静 因为正常 这是我的因缘果报 但是我的心态还是保持在一个平静跟悲心 这是你唯一要做的 为了如此 所以你在念地藏经 念药师经 因为没有自己的想法 学药师佛的愿力 学观音菩萨的慈悲 学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这是我们唯一的动力 所以业障的痛苦永远存在 但是我们的愿力永远不改变 所以在痛苦里面去利益众生 所以就像观音菩萨一样 在娑婆苦海里面度众生 所以苦是生命的本质 世界的本质 但是在这个苦里面 我们变成一种 能够接受痛苦 超越痛苦的莲花 这样就好了 那我想各位 如果你会这样想 那你已经抓住重点 那所以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要诵经 为什么要修行 因为我们在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也希望练习这个状态 练习叫禅修 永远就保持这个状态 不执着的空性 而且对所有众生的悲心 而且练习帮助各种 帮助众生的能力方法 为了如此 所以要成佛 那怎么成佛 那所以要发大愿 而且要行波罗命 要开始去涉化众生 试涉化 要保持试无量心 那你每天都要 虽然这些理论我们都知道 那你要去实践 所以看经典 不是哪一部经典功德大 哪一部经典功德低 这个经典是要 让你去学断烦脑 跟帮助众生的法门 那你真实去做 但是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方法 而是当作一个 帮助众生的行动 这个比较重要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共生 感谢我们上师 坐在这边 来给我们加持 他们身上一辈子出家的力量 那一定可以让很多众生离苦 所以我左手边 是我们南印度 瑟拉切大学 他们有三千个出家人 我们也一直在 护持他们是因为 他们精进的在修行 但是生活上 在印度 这么远的南印度 没有人在护持 所以他们只好 到我们华人 来自佛教的地区 希望可能护持他们 而且他们很多 隔西毕业了 在美国 在欧洲 包括东南亚 一直在度众生 所以他们一辈子进到中小学要读十一年 然后呢十年 然后去大学要读二十一年 三十一年 然后考上 隔西 继续 再修 几年 还是学语文 然后呢 到全世界去度众生 所以 藏传佛教就干脆把佛教的 这种理论 画为 生命的实践 从小小生出来 就让他一辈子 在研究佛法 修行佛法 然后后半辈子 就完全在推广佛法 这也是一种 一种特殊的方法 因为在西藏的环境 各位都知道 土地大 天气冷 山高 四千公尺 它没什么社会 社会文化 他们每天就是 这样子的在修行 所以如果我们去护持他们 我们也觉得很有福报 那他们中小学 有六百个小孩子 现在里面有很多蒙古来的 尼泊尔来的 然后呢 他们的父母很伟大 从小就送他们去出家 他知道他只要走路这条路 他会住在那边三十几年 将来成为一个 革西啊 看部啊 法师啊 去利益众生 他父母虽然难舍 但是他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也希望大家 护持他们 所以各位等一下开始 护持的分头两部分 这边是 社大学大学三千多人 另外一个是小学 六百多个人 各位都可以跟他们结缘 那这边还有这么多位法师 各位就放在这个桌子 等一下就会把各位共同的分给每个法师 但是希望各位单独多护持一下 社大学大学跟中小学 他们这几天还在办马东命王闭关法会 他们每天吃饭三餐 吃饭三餐 两块钱马币吃三餐 两块钱马币 因为太多人 所以我们都很担心他们营养不良 所以很多人就给他们加菜 教他们这次还要请 到时候六月份他们有团体 十二月份我也会带团 去教他们做豆浆 他们没有豆浆 要教他们印度有豆子 但是要有机器做豆浆 这样才有营养 然后人也会生病 所以我们还要帮他们找医生 医疗 因为他们全心全意 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一点 都在修行 这是藏传佛教的特色 特别在格鲁派 吃素 他们整个都吃素 没有吃鸡蛋 鸭蛋 然后这样在修行 对我们华人来护持 就比较符合英国 但是我这样讲 希望各位长期护持 如果你们要长期护持 多找我们丽华 每个月五十块马币也好 你有钱一百块马币也好 然后我将来会请他们 各七夜间躺在我们 巴都巴下来 跟各位修法 他们有机会会讲一讲中文 也跟各位说法 最近他们有做一个万佛殿 就是说我们供养了一万尊 各一万尊的药师佛 不动佛 一尊二十块新加坡钱 很多人捐钱 然后做好了这个佛以后 那各位可以每年在那边供灯 供一盏灯 一整年的 用你的儿子名字 用往生者名字 用堕胎儿的名字 供灯 一年五十块新加坡钱 看你们怎么算了 然后呢 他们天天在大殿那边修行回向 那我们也需要他们的回向 他们也感恩这些 护持功德主 那我们也得到一个三宝的加持 每个月有两次的超度消灾 那到时候各位可以跟我们 波罗秘书房都联络 护持 我们也愿所有法师 喇嘛 小沙咪 各个都健康 自在 弘法立身 普及世界每个角落 所以也希望各位 把你儿子送过来好不好 三岁就可以 三岁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现在 受了很多两岁三岁的 其中一位中文老师 我们也送了过去那边 然后呢 他们就不会打电动玩具了 只会讲佛法了 所以那边学了英文 印度文 藏文 当然你又教他中文 然后呢 让他成为一个世界人 但是各位不要太宠小孩子 怕他受苦 怕他受苦 所以 你要为他的未来打算 你要不能怕他才受苦 所以各位修行呢 要像当军人一样 当个军人要磨练自己了 要训练自己了 这边你要行菩萨道 不能怕苦 穿衣服 走路 做事 洗碗 煮饭 插花 安排事情 你要像总经理的总经理一样 从小朋友开始训练他 样样都要会 你千万不要说 我只会念 我会诵经 我不会扫地 那你不是菩萨 所以菩萨 没有一样事情不会 但是没有一样他执着的事情 所以众生需要我做什么 我都会做什么 那要这样去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他说他叫孙小慧 二十多年来 大警报的疾病 到处找医生 都没办法治疗 念一下法会功德 回向孙小慧 及其身上 恶业业力 冤亲在主 同享功德 消除业障 冤亲在主 消冤解结 离苦得乐 这只是一个祝缘 祝缘是 你孙小慧的某一个心态 你要自己去思维 你到底是哪一个心态出问题 所以那天我碰到一个胰胀癌的 结果我请一个心理医生 帮他观察一下 哇 原来胰胀癌就是很毒 他的思想毒 所以你这个 我们社会淋巴线 或是颈部 这个跟这次新山有人排放废水放毒 几百人中毒了 那个会伤害到他的血液 也会让他将来淋巴线可能会变成癌症 所以我想 那猴脖 这个脖子的问题 那可能跟你的口叶也有问题 所以就像一个人得喉癌啊 这个就跟你的淋巴线 跟你的口叶 但是我想 我只是这样猜测 但是你可以问问你的家人 你这个人的个性 哪一个部分是不圆满的 心态 你把它改变一下 所以业障要忏悔 它就不会再发作了 不会那么严重 冤亲在主超度了 它就不会这样一直上去受苦 但是你的心态如果没有改变 它就一直在加油啊 一直在加油 火就一直起来了 所以佛法会告诉我们 心态要调整 业障一定要改变 比如说你过去有杀身 所以造成你癌症 那你不要再杀身了 吃素 但是杀的心态 你要消除掉 可能你爱钓鱼 可能你别人对不起 你又会想报仇 可能你对你先生过去有外遇 你恨得牙痒痒的 你一直放在心里面 那就会造成你的癌症 不断的发生 所以你要把这个念头 念头也是假的 所以佛陀说 解脱靠自己 佛陀可以告诉你方法 佛陀可以加持我们小爷 我们做功德 还给运行在主 那是心态解脱 靠自己 那各位你要去检查 你的心态 是什么 你皮肤一直痒 你每天在想想 男男女女的 就是皮肤的快乐 你的腰一直痛 你腰一直痛 你企图心很强 你很想去达到什么 但是你又做不到 上到你的腰 所以你的骨头会痛 甚至痛风 你这个人比较自我为事 骄傲 都有可能 但是这些心态 我想各位可以找找 你的心理医生 或者你旁边 比较冷静的朋友 我想人跟人之间 要互相劝话 你不要太急躁了 你不要讲话太苛刻了 你不要没事 再批评别人 这些都会造成 你的病停不掉 医生救不了这种因果病 那这个因果当然 这个果你现在要忏悔 因呢 你要断除 叫因果病 虽然各位你知道说 杀生让你现在得癌症 你去放生 但是你贪吃肉的因 如果不消除 或是你贪男女欲望的因 不消除 那你的社护腺癌 去不掉 你的子宫癌 去不掉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那当然 如果你问我这样 再念一次 来 消业障 超度冤心在主 调整身心 这个身体 你可以透过运动啊 鱼节啊 晒晒太阳啊 吃吃中药 调整啊 心呢 那你要调我 那这个心态 那各位你要 打坐打坐 反省自己 那我 我从小有什么心态 我发觉有些人会怨人家 这个人你不能惹他 你知道我惹他 他会怨你一辈子 那有些人就是嘴巴批评 那有些人就一直要求别人 那这种心态 都会造成 不一样的病 吃再做东西也胖不起来 永远都是看起来瘦巴巴 有钱人看起来怎么像穷人 因为就是你很 你很吝啬 有钱 不懂了布施 那这种心态也会造成你的病 所以 心生则万病生 心一起心动念 四百四病就起来了 所以药师经里面告诉我们 要人入心啊 平等心啊 大悲心啊 那用这种正确的心态 去消除负面的心态 所以怕孤独啊 执着男人啊 执着爱情啊 执着儿女啊 反正就是种种的烦恼 那各位要剁手八万再接 让心很平静 那个时候都不敢起什么 起心动念 世俗的想法 那个时候就消很大病苦 因为你还没找到的话 不然就七天七夜 药师经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最大的病 没关系 七天七夜 身口意清净 又懂得放生 持重 再大的病给 消除 因为七天七夜 不起心动念 七天七夜 没有不好的行为啊 那你冷静了 你就很容易看到 哦 原来我的心态 哪里有问题 当然如果透过 友善知识 直接给你点啊 这也是我们的福报啊 我马上知道 我有什么问题 我这个人比较骄傲 像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天生 有一点孤僻骄傲 叫寡人 所以我一直跟别人 有点格格不入 因为我习惯 这样过生活 那这样是我要改变的 所以我要尽量讲话 微笑 你好你好 这样 我都很喜欢躲到没人了 就上来 我喜欢看到人 我现在 我师父也跟我说 你要多跟大家在一起 多去跑外面 你不要独善其身啊 我已经尽量 来做了 但是 但是这个 一下要改变 很困难 但是如果你去思维空性 一下就改变了 为什么 哪有一个我 所以就没有 我爱我恨 我喜欢我骄傲 这一点 连这个都没有了 所以我想 消业障 消病苦 最快的方法 念一下 思维空性 那思维空性 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经典的心态 所以你直接读地藏经 药师经 妙法令华经 你如果读经很认真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给法师说 念慢一点 念慢一点 不要念那么快 我们又不是高速公路 念慢一点 然后呢 慢慢念 慢慢思维 下回读地藏经 规定要读十个钟头 你看你要念多慢 你等于在讲地藏经 所以各位 你在家里读地藏经 不要读太快 没人再敢你 你就一句一句话的读 跟思维 跟决定怎么去做 这个你把地藏菩萨的力量 完全展现出来 那是最快的 你边读 边做地藏王菩萨 边发大愿 就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咒 要读得快 咒要读得快 能够一直重复 就是保持在佛的心态 跟力量 那经呢 经要闻思修 所以边读 边思维 边实践 要这样读吧 所以你在家里 可以慢慢地读心经 浦门品 药师经 地藏经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各位要开始 妙法莲华经 华严经 这个就是思维空性 读诵大乘经典 了解里面的真实的道理 是消业障最快的方法 所以整部地藏经在说什么 你马上就可以抓住 而且用在你的生活上 表现在你的行为上 你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分身 地藏王菩萨是没有固定形象的 观音菩萨是没有固定形象的 表现观音菩萨的智慧慈悲 你就是观音菩萨 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时候你就在一个 空性跟大悲心 合起来的一个菩提心 那个时候 你的心念 一点杂念都没有 这个叫三摩地 三昧耶戒 就是保持在不离空性的悲心 不间断 这个叫金刚秤 金刚波勒波罗密多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都在悲心 菩提心 利益众生 谦虚惭愧心 你的病就没有了 有没有对你已经不重要 因为你已经超越它 你就不会很烦恼 我烦了二十年的烦恼 要么你就超越烦恼 要么就不可思议 这个病就不见了 那对你来讲 这个病不会干扰你 那我想各位必须要很认真 今天还有很多人送木材来 还有很多人买油来 送木材是要高贵一点 买油来是要发财一点 所以 但什么都有功德了 但是我们要 来 随喜所有功德 随喜所有功德 过去所做 今日已做 未来将做 所有功德 各位 随喜是不要浅了 每一个佛 每一个出家人 每一个菩萨 每一个社会慈善人士 慈善老人院的功德 我们都要随喜 你要把随喜功德 那随喜功德 在你的空性 不执着 然后把 完全布施给众生 所以各位 我昨天讲了 叫你做皇帝 不快乐 皇帝有什么快乐 随时要被暗杀 叫你做孤独的菩萨 你等于掌握了世界 改变了世界 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呢 享受孤独 却充满爱 身如乞丐 但心如黄金 随喜所有 过去现在 未来 诸佛菩萨 六道众生 所作善业功德 然后我们这个功德呢 安住在空性 大悲心 布施给众生 所以来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所有功德 供养诸佛菩萨的净土 供养诸佛菩萨 上报是从恩 父母 祖先 所有众生 所有 整个世界国家 有影响力的领导人 校长老师 哇 这些都 回向给他们 来 上报 三宝恩 随时 礼敬 供养三宝 夏季地狱苦 嗡啊吼 夏季恶鬼苦 嗡啊吼 夏季动物苦 嗡啊吼 回向所有浑木去 一切未解脱 众生亡魂 往生者 流产胎儿 离苦得乐 嗡啊吼 回向印尼水灾 昨天印尼东北部有一个水灾 已经往生58个人 还有很多人没找到 所以来 回向世界各地 因水灾 因地震 因火灾 因战争 因枪杀案 因为车祸 各种意外 死亡未离苦者 回向所有病苦者 所有精神病患者 同享功德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再给我一分钟 佛教最重要的教育 是要让我们每个众生 包括轨道 都可以发菩提心 而给他们受菩萨戒 请问 一个地狱道 一个鬼道 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 能不能马上超度 地藏菩萨下了地狱 发起一念的菩提心 所有地狱都净空 你看菩提心力量 不管他地狱有百千万众生 所有地狱一下都净空 所以各位 你只要让众生发起菩提心 但是你一定要先发菩提心 你不点燃你自己 你怎么点燃别人啊 你要让别人看到 菩提心是长得怎么样子 从你的思想语言行为 原谅别人 表达一个菩萨的样子 好不好啊 所以各位 你念阿弥陀佛 你要做阿弥陀佛 你念地狱菩萨 你要做地狱菩萨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 你老婆 你儿子说 你怎么没同事 你不知道 我地狱王菩萨 我念了一下午 你都不知道 你要表现出来 你要表现出来 你自然就有那个力量 如果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同身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当下超度 向好庄严 坐在莲花 得入净土 体振空性 参访诸佛 大悲不退转 成就菩萨 回向娑婆 普度众生 同尘佛道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 往生净土没有 我已经把你超度完了 你不要再烦恼了 没有癌症了 那个都是假的 因为你 念一下 心在极乐 心在净土 心在空性 心是佛心 当下解脱 不用等明天 不用等死了 但是留下来的 太好了 赶快把快乐 把菩提心交给别人 把净土的快乐 把净土的快乐交给别人 所以我在问你 身上有没有癌症 随缘 不是没有我 随缘是接受因果 我心里没有癌症 我不会哭 我不会抱怨 反正死亡是必然的 我心没有癌症 我心在菩提心 在净土里面 身体得癌症 随缘 但是你会发觉 癌症怎么都不会痛 癌症怎么都没有了 再去检查 医生说 零 指数零 念佛真管用 所以你会在你家门口挂着 请常念阿弥陀佛 治百病 保证发财 因为你真心在念佛 你真心在持咒 所以我想各位 再问一次 往生净土没有 对了 所以不要再问我 问阿弥陀 问阿弥陀 你不要再问我那个问题 你不要再问我 祖先超度了没有 你如果有信心 你一念祖先 他就超度 如果你没信心 光依靠我们 也没有用 所以 很多人来问我问题 我说你不用问 我已经把答案都告诉完了 佛经都写好了 你这样去做就好了 你要有信心 你要是给自己信心 你也可以给别人信心 对那些没信心的 才偶尔问问 对那些不认识自己的人 我只好叫他问问 你自己脸脏脏都不知道 你自己心乱你都不知道 哎呀 这个就是你的麻烦 这个世界最大的痛苦就是 不认识自己缺点的人 是最可怜的人 所以学佛 透过佛了解自己 透过地藏经 回光返照自己 这个叫读经 经叫镜子 所以各位要 多用这个精神 千万不要说 师父你什么在来 你看经典就好 我来干嘛 你不看经典 我天天住在你家 也没有用啊 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我想佛在你心中 看了佛像 念了佛号 看了佛经 找到你的佛性 OK了 发光了 你开始去利益众生 在家出家 都可以 这个最重要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杨建医师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也启动 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民众在维持 良好的卫生习惯下 适度放手享受生活 并安心到餐厅用餐 到餐厅用餐时 提醒您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联络方式 方便餐厅记录 用餐前后请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清洁 并落实公块母吃 而餐饮业者 除了定时消毒 桌面 菜单等器具 与环境外 服饰烹调时 戴口罩及洗手 也是餐饮卫生的重点 最后提醒 如果有感冒咳嗽不舒服 就要尽速就医 并多休息 让我们一起落实 安心防疫 并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